能听到我的声音是吧 学者论坛的朋友们 大家好 是在美西达是晚上好 在北京时间应该是上午好 维尔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好啊 不知道了啊 好 我们这个学者论坛的第15次活动 也是今天第三次活动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活动 是计时的一个话题 叫乌克兰问题 所以我们插播了这么一次活动 我们每个月有一个月长的活动 月长的活动 我们三月份的月长活动 还照样在三月中下旬举行 所以呢我们这次呢是一个插的 这本月插播的一次活动 我是本届主持人张国锐 也是本次活动论坛的主席 这个欧战争呢 是自二战以后 欧洲领地第一次欧洲大国间之间的战争 当然两次欧洲世界大战都是欧洲发起的 这个呢战争呢不但吸引了我们域外的人 我们在域外的人的视线也其实也和我们息息相关 这个战事呢影响了世界的大的格局 也影响了经济秩序 那么这么大的事呢 恰好呢我们论坛的 余立功教授呢是国际政治学的学者 所以特请呢余教授呢 给我们安排这次特殊的活动 下面呢我把那个余立功教授的简介啊 我念一下 其实大家也并不陌生 因为余教授呢给我们讲过一次中东的问题 余教授呢生于1947年在上海出生 后来去台湾 64年的时候开始赴美留学 欧美留学 现住在维也纳 那先后在维也纳大学 旧金山大学 西柏林大学 海德堡和法兰科夫大学 学习和研究政治学与社会学 是国际政治学的教授学者 欧洲华文作家学会的副会长 其代表作呢 是有反恐战争与文明的冲突 等多部著作和文章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实呢世上呢没有什么新鲜事 三国说讲啊世界大事和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但是基辛格讲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啊 就是国与国之间是无非是利益和弱肉强食啊 为了这个利益或者说谁要统治谁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团体团体 种族与种子种族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关系呢 那让我是个基督徒来讲 按上帝说这就是罪人的一种罪性啊 那么于教授呢 今天呢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和俄乌历史 及其乌克兰在国际棋盘中的位置 从这一方面给大家梳理一下 来引导大家呢冷静的思考这场战争的起因和发展的趋势 最后呢还要讨论一下 就是中国的反应 我因为这个余教授嘛 是这个出生上海来自台湾 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的区域是多大啊 和我们的处境 刚才又谈了想从新闻方面也谈一谈 好那个我们现在呢在这期间呢 把这麦克呢我们都给关掉了 请大家呢先讲座期间不要打开 当我们提问阶段的时候 余教授讲完了提问阶段的时候 大家再打开麦克 如果谁要是不小心碰开了 并且有噪音 我们的那个host啊就会再重新关闭一次 然后主讲人呢记住主讲人的时候呢 要再把自己的麦克打开 因为一关把所有都关掉了 我们的提问呢是有两种方式 一个在chat上 就是咱们下边有一写一个 现在就有人提问了啊 写着二有两个人提问了 chat上可以打字提问 那么也可以呢咱们在问答的时间的时候 直接呢当面咱们来问 下面呢我提醒一个事啊 咱们现在今天这个话题 涉及到国际政治 其实也涉及到咱们自身的立场 自身的三观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 现在这个已经在这个微信里啊 在其他的这个 尤其是这个华人 咱们华人这个群嘛 这群里已经引起来很多的争执 甚至有些不洁的语言 和一种对抗似的 这个是不是学者的态度 所以咱们的学者的态度 应该是用学者的方式 学者的语言 来互相的学习交流探讨 对吧 你看两国之间在打仗 还要和谈呢 所以我们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听和谈都要 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各执计见可以 但是不要争论 因为呢 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呢 我们都知之甚少 我们焉知明日呢 所以我们争论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这句这句话 是在这特殊的一种提醒啊 好 我不赘言 那么就有请我们的余力公教授 给我们开讲 谢谢 请余教授打开那个麦克尔 现在呢 现在怎么样 好了 听听了 好了 好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这个 本来我没有想谈这个媒体的问题 不过昨天晚上上床之前看到一只消息 就是乌克兰大概是基辅那里有一个留学生或者是一个中国记者 采访这个乌生口就是啊 过去的老总统的这个一个顾问啊 叫做 这个人呢 这个 虽然讲的话不多 不过 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他讲了几句话 他说 现在呢 好像全世界都在打仗 就是我们乌克兰很安静 而且呢我们乌克兰不过是一个棋盘 在上面下棋的人呢都不是我们的人 他就意思就是说他们是非常被动 整个的这个乌克兰世界呢就是受外力操纵 这个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了 这个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媒体上 真正是在那边打仗 每天这个播放出来的传播出来的这种大量的战争场面啊 非常残酷非常血腥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个严重 就反正据我所了解了 这个俄罗斯方面呢 固然是摧毁了一些这个指挥系统啊 用精准的这种武器了 另外呢也占领了一些据点 可是并没有遭到这个乌克兰军方的这个抵抗 而且于乌克兰政府呢 虽然说是已经动员了 下了动员令 可是并没有下作战令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说双方面呢 都很克制 可以这么说 至于普京什么 这个占领几个要地呢 到底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慢慢谈 这个我们也谁也不见得能够了解这个普京的动向 普京的意图 不过这个这方面我待会可以谈 就是谈到媒体呢 顺便谈一下就是说 昨天我在接受这个中国新闻社采访的时候呢 我发现的采访人呢 因为在跟我交谈 一方面来在提示我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他在看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中国新闻社也好 新华社也好 驻外记者 驻外的单位也好 他们都跟这个一些通讯社 外国的通讯社 中间有一些这个信息的交换 这么一些这个合同 就是每一个每一年呢 交换多少千万条啊 几百万条什么什么方面的消息这样子 所以他们不断的接受这个所谓的ticker 就是这个条码的这种消息 这些条码是从哪里来了 就是全世界这种通讯社 不过就是三五家 主要就是美国英国 就像路透社啊CN啊 Fox这些公司啊 这个很有限的几家 为什么会有这么 现在只变成几家了 其实呢在七十年代 我刚刚这个主持人谈了 我是六几年就到美国去 我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六八年代 就是也可以说是反战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就是反越战那个时候 在打越战的时候呢 美国的这个新闻是非常自由的 几乎任何的这个关于越南战争的进展的情况来 都能够立刻很及时的 而且很如实的反映到美国去 后来嘛美国政府嘛就检讨 就说打败这一仗啊 主要是因为媒体这个领域啊 被人家占领 就不是政府操纵 而是被民间的媒体操纵 因此呢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黎根政府上台以后呢 开始整顿媒体 过去了一个一个反战的明星啊 要员呢 要他一个一个站出来 这个忏悔啊 这个自我批评 然后呢 媒体呢逐步的这个 把他给整顿集中 把他这个一体化 采取的具体措施呢 就是说的 主要是两种 一个就是说 我中央政府不给你 官方的消息的时候 你就自然的这个 沦落成一个街边媒体啊 这个 这个变成一个Bullervat Newspaper 就是街边的你媒体 这样子的话媒体都怕了 另外来就是说 政府有很多的这个广告 他不给你广告 你就很难生存 他靠这两个手段呢 把这个媒体呢 一个一个给制住了 同时又通过财政手段呢 把媒体给集中化 而且这个集中的现象呢 不只是集中在美国 就是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的 欧洲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这个比如说奥地利 每一天他这个媒体工作人员 打开这个 他要设置今天的这个头条新闻的时候呢 他会首先看看这些ticker 看看美国的这个 比如说英国的Reuters啊 美国的这些公司啊 到底传达一些什么重要新闻 然后再考虑在中间筛选一些 跟自己有关的 或者自己感兴趣的 因此就是说 全世界都在受这几个媒体的影响 有一个数据出来了 就是说现在国际新闻呢 就是全世界流传的国际新闻呢 80%来自于这几个媒体 因此呢 在中国呢 也是深深的受到这些 媒体传达的信息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如果说我们自己对这个事情不是很自觉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新闻社 中国的所有的新闻记者呢 不自觉的在替美国做宣传 等于是做他们的传声传声筒的结果呢 那是非这个可想而知了 这个我顺便谈的远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问题既然谈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我一直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中国的记者或者涉外人员 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都是70年代 因为突然进入联合国那个时候 整个的涉外人员呢不够用 所以就大量培植了一些语言系的 外语系的这个知识分子了 来担任这个承担这些工作 可是发展到今天呢 我们发现到了 就是说这是不够的 就是单单是外语系 这是不够的 凭着中国现在的实力 中国的经济条件 跟这个文化程度了 我个人是觉得 涉外工作这个领域了 如果说要聘用新手的话 应该着重于双科教育 就是说不但有外语 另外方面还需要国际政治 需要国际法 需要政治学 需要历史系 需要哲学系 各个方面社会学系 各个方面的人才 包括商贸 国际商贸 这种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员 我们大量的需要 如果说我们不在这方面加强的话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媒体 涉外工作非常难进行 而且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 你培养了一大堆的知识分子 一大堆精英都出国了 而且还骂你中国 骂你中国人 骂你共产党 这就是一个结果 这个暂时就谈到这个地步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 我刚刚谈到这个媒体的 这个严重性是什么 我打个比喻 就是说整个的人类的发展 社会 其实就是一本书 这本书呢 是互相关联的 内容是互相关联的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到一个什么现象呢 出现一个什么严重现象呢 就是这本书啊 我们每天看到的不是一本书 而是一页 就是国际媒体给你的信息 是一个一个断层 而不是互相之间没有连接的 他每一天是设计一个议题呢 就让你把所有的注意力来聚焦在这个问题上 等到明天呢 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他让你忙得不得了 因为你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个同样的信息 比如说难民问题 一下子一年之内 整天都是这方面消息 然后过后就不见了 好像就世界上就没有难民问题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全世界的难民人数是六千万人 是这个空前的这么多的一个大的一个数字 而且每一天还有人从北飞啊 从不同的地区中东啊 往啊跨过这个地中海啊 想往这个欧洲跑 这些事情也不断的还在发生 可是突然之间你就好像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昨天在那边渲染印度的Delta 这个这个疫情怎么样怎么样严重 甚至把大概是历史上所有的这个分尸的镜头了 都都提供给你看 哎今天就不见了 难道就那边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不是这些问题都都存在啊 可能是没有过去那么严重 可是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媒体就是这这么样在摆布我们 利用所谓的agenda setting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啊 议程的设置 他把你啊这个一个一个每一个人呢 都去影响你的思维影响你的行动 另外一个我想谈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啊 我那个时代了或者说冷战时代 我们每天可以看到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说整个的冷战时代是一个国际法的建设时期 不只是国际法而且国际的组织呢不断一步一步的在完善化啊 比如说呢 就一个具体例子 就是比如说这个和平建设 就是所谓peace construction 光是这一个领域呢就发展出来什么呢 peacekeeping就是怎么样维护和平 peacemaking怎么样促成这个和平啊 还有呢 peace building啊 怎么样建造缔造和平 就是每一个概念呢都有它具体的不同的措施 比如说有的是送部队去让人家停火啊 有争执了 首先最重要的就先停火 然后呢怎么样利用外交手段呢 去促成双方面的妥协谈判了 另外呢就是construction 要不是这个缔造和平是什么意思呢 就怎么样去动用外交的力量 各国的力量呢 去把所有的危险性呢 预先给它消除掉 就是说他们一套很完整的一套这个 这个这个促进和平的一套手段呢 都慢慢发展出来了 另外呢这个国际组织方面也是 当然就是联合国是最重要的一个机构 是不是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决议的话 其他的事情都很难做 固然有些国家也采取一些这个办法呢 围绕这个躲过这个联合国或者怎么样 比如说他去进攻人家的侵略人家的国家 可是他说这是接受邀请 就是怎么样去回避这个国际法 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呢 他不能够直接的去抵触国际法 这是当时的整个的一个 五六十年四五十年的这么一个现象 而且呢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什么争执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法律地位怎么样 这个观念现在荡然无处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现在只要发生国际征锋了 立刻会大量的出现一个什么概念了 制裁好像现在的制裁呢 就是唯一的一个手段 而不是去和平缔造 更用不到说通过的安理会 而是现在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现在是以美利坚意志去取代联合国的意志 至于联合国之外 当时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欧洲安全合作会议 这个在这个缓战 在这个冷战结束 这个整个过程中起了很多的作用 可是这个欧安合作会议呢 现在听都听不到 基本上就不存在 诸如此类的事情呢 就是说 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现在的国际法 不但不在建设 而是说后冷战时期 这90年到现在了 我们怎么讲 这30年了 是一直在破坏 我们几乎是在朝重英法这个 这个境界了 在这卖人卖向这么样一个世界 而下面呢 我再谈一下这个 跟这个乌克兰有关的 就是说 涉及到乌克兰一个主权国家的问题 一个国家 主权独立国家 他的内政是不是容许人家干预 他的主权是不是允许受人家操纵 他的领土范围是不是能够 随意的独立出去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国际问题 这个问题呢 在1648年的时候呢 已经解决了 这个叫做我们叫做 威尔斯法 威尔斯法利亚这个条约了 当时这个欧洲打仗打得很激烈 天主教团体跟这个新教世界 互相的扯皮 互相打仗 到最后呢 就是在这个德国这个城市呢 做了一个 定了这么一个条约 定下这个原则呢 就是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不容干涉 这么样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呢 也在这个 联合国宪章里面 开中民意的 这个原则呢 在联合国宪章里面 也是非常的明确 有所规定 那么 这个 至于 一个主权国家里面 一个少数民族 或者一个什么特殊的团体 他想分离出去 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呢 这个国际法 其实在整个的冷战时期 也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就是说一般呢 是不准许 可是有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是什么呢 这个例外就是说 如果你是殖民地 被殖民地的这个民族呢 他是有独立的权利的 比如说南非 当时是全世界都支持他的独立 至于其他的少数民族呢 是不是 一般国家的少数民族 是不是有独立的权利了 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 所有的大国 都有这些少数民族问题 而且呢 都是在过去了 自然扩张 大帝国自然扩张时代了 造成的一个局面 因为他占领了很多的地区 而且那个时代呢 主要就是说 没有什么殖民跟被殖民 或者说是 这个压迫民族跟被压迫民族 这些问题 那个时候的问题是统治跟被统治的问题 因此呢 这些大国如果说是允许 本国的少数民族一个一个独立出去的话 那就天下大乱 这当然是不允许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涉及到我们的台湾 台湾现在也是想闹独立 想分裂出去 那么他有没有这个权利了 他不是殖民地 另外呢 他又是属于中国的一个一部分领土 那么他也没有这个权利独立出去 按照国际法 按照1648年的这个定下的国际原则了 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因此呢 今天你看西方的国家 他可以在幕后 在案例里 做一些动作 在那边挑拨中国跟这个 中央政府跟新疆啊 蒙古啊 或者说是这个西藏 这关系 想 想促进这个台湾的独立 可是官方呢 他不可以做这些主张 他在官方 在外交领域的必须承认 这些地方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啊 这个就是说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乌克兰这个主权国家 他的克里米亚独立出去了 而且又跟这个俄罗斯合并了 另外呢 现在两个新的这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啊 这个也获得俄罗斯的承认 那么这个合不合法呢 我们按照国际法 按照这个啊 这个 1648年定下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国际法精神 当然是不合法啊 这是毫无疑问 啊 可是呢 这个问题呢 就 接触到一个新的问题 啊 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要回到19 1993年 1993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1994年发生什么事情了 1994年发生了鲁王达大屠杀的事件 鲁王达大屠杀呢 在几天之内了 两个民族了 两个民族互相火拼 就是突突族突袭族 死伤 双方面死亡人数 居现在估计大概是一百万人数 那是非常惨烈 啊 而且那个时候呢 本来有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那里的 竟然在互相屠杀的时候撤除了 啊 撤退了 因为出现了这一个事件了 就是196 1994年之后了 美国西方这个集团了 一直在推动一个事情 就是说人道主义高于主权啊 就是说你的主权如果说是自己没有一个政府一个政权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生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候了 这个国际上呢 这样这一个可是在法律上呢 都要想修改宣章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到后来就不了了之 不过呢 所以美国的政变是美国在那边支持突兮族啊去推翻突兔族所主持的政府而且呢这个现任的这个总统了突兮族的这个总统了赶达米呢都当时还是没在美国的军校里面接受训练啊为了要推进行这个政变了突然就把它调回到这个� 所以整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大乌龙这个事情呢让人家知道这个事情就是美国在制造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灾难而且这个灾难还颇及啊这个钢果金加沙这个这个国家就是前前后后死亡人数至少是500万 然后利用这个事件呢去推动他的外交政策想要人道主义的干预啊国际干预了去取代联合国的安理会安理会决议啊这个事情就是当然就行不通了那么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涉及到乌克兰啊这个到底乌克兰是发生了个什么事情 为什么现在普京呢为什么现在普京呢这个突然就这个大动干火要这个出兵到乌克兰去呃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冲突我们只要看看普京提出两个理由大概可以了解 一个他提出来的就是北大西洋公约啊他不允许啊北大西洋公约在接纳 这个乌克兰他从来不去提什么欧洲联盟因为欧洲联盟是一个啊这个这个 是一个非军事组织啊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这么样伸展出来的一个区域性的合作组织 他提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另外一个事情呢他提到要保护他的侨民我们先谈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北大西洋公约呢在整个我讲的1945年到1990年这个冷战时期了 北大西洋公约固然是一个区域性的防御组织而且是在联合国宪章里面明确规定的他有权啊合法的组织这么样个区域性的防御性组织 因为他是防御性组织了他就有两个特点啊一个呢根据 北大西洋公约的章程规定的这个第六条章程第六条他的operation他的活动范围呢 是限于他的领土范围就所有他成员国的国家的领土范围呢才是他的因为一旦他受到攻击 他只可以在这样子一个范围之内的进行他的军事行动啊自卫行动 因为他是个法协防组织啊啊 因此呢在整个冷战事情因为两军对对垒了而且上双方面四军立敌了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在这么45年过程中没有听说过北大西洋公约放过任何一枪啊 那么今天的北大西洋公约是什么了就是说从1990年冷战基本结束之后发展到今天北大西洋公约的军队几乎全世界都都可以看得到早就超越他的领土范围 为什么他会超越他的领土范围呢因为1990年之后呢美国就不断的在给北大西洋公约定一些新任务 就是说给他一些除了军事任务之外了还给他一些政治任务就是让他到四处去维护这个世界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根本就有安全理事会就有这个啊这个这个联合国信账非常具体的规定 第七章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就是一旦发生了危害世界和平的事情该怎么样处理 第六章是处理这个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 第七章是怎么样用军事手段去处理啊联合国可以联合安全理事会可以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什么啊军事军事军事团体 然后又委托这个军事团体呢去进行这个干预啊进行惩罚或者怎么样 比如说1991年这个90年伊拉克呃占领了科威特这是违反国际法 那么安全理事会就通过这么一个决议啊派了联合国部队了啊派了这个这个以北约为首的这么一些啊军队呢 去把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占领军的驱逐出境 其实出出驱逐出境呢就是当时安理会通过的决议的唯一的一个任务啊 我顺便多讲一下可是实际上怎么样操作呢 当时呢不只是把伊拉克的军队从科威特赶出去 还顺道把90%的伊拉克国防力量给摧毁啊 就是他偷雷偷步利用这个联合国决议来达到他自己的一些战略目标啊 因此在2003年呢去公地彻底攻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 把他整个国家摧毁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抵抗 他没有已经没有国防力量啊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除了这个 这个北大西洋公约呢 获得了额外的政治任务 他等于说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一个战车上的一个成员到处提他去打仗 你比如说像利比亚南斯拉夫肢解南斯拉夫过程中 叙利亚这个都有他的这个都有他的部队 这个像中亚也都有他的部队 是吧 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 就是说现在的北大西洋公约跟过去冷战时代的北大西洋公约已经不一样了 如果说现在的这个乌克兰参加的北约是过去的主北约 这个可能 这个普京呢不会讲话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严重呢 还有一个北约东扩的问题 北约东扩是怎么样一个回事呢 就是说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北约大概是16个国家 现在是多少国家呢 现在已经发展到30个国家 在16个国家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如果说是要从这个北大西洋公约这个领域呢 打到莫斯科呢 要跨越2000公尺 2000公里对不对 至少2000公里 而现在呢 如果乌克兰再进去的话 300公里就到了 那个坦克车一开就到了 是不是 这个事情 这个 对 这个 俄罗斯来讲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这个是从军事的角度去谈这个 为什么 普京呢 为什么那么反对北约的事 另外呢 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 人道主义问题 怎么谈 怎么开始解释呢 就是说 突然1990年左右呢 华沙集团崩溃了 然后苏联呢 本身呢也是土崩瓦解了 那么在 整个的苏联时期 华沙时期 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事情呢 那个时代呢 他们是相当程度的在 反对种族主义 反对民族主义 强调国际主义 因此呢 整个的这个时代呢 就有点稀里呼噜的 常常把这个 一个民族生活圈呢 划到另外一个民族的行政范围里头去 这个事情呢 是在当时常常发生的 比如说1954年 赫罗雪夫呢 这个为了庆祝 一个历史事件呢 这个庆祝 就是当时这个 把乌克兰解放之后 俄罗斯把这个乌克兰 从 这个 奥斯曼帝国解放出来以后呢 跟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 就搞了这么样 一个庆祝会 在庆祝会上做了一些口头的答应 就是要把 怎么样保护乌克兰这个地方呢 成为一个 强大的国家 成为一个 这个这个兄弟国家 然后呢 1954年了赫罗雪夫 赫罗雪夫本身就是乌克兰人 他就在九席上来一高兴了 就说我把这个 克里米亚送给你 其实乌克兰呢 他现在的所有的领土啊 百分之九十都是近三百年 俄罗斯协助这个小兄弟了 俄罗斯人称呼乌克兰是小俄罗斯 对俄罗斯的感情呢 对小 这个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感情呢 有点像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 那么 陆陆续续 这个 造成了怎么样一个局面呢 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说 在1990年的苏联瓦解之后呢 突然在周边国家出现了三千万的 俄罗斯侨民 这下要命了 而且呢 很多这些国家呢 都是 可以说处心积虑的想加入欧洲联盟 加入 北大西洋公园 而且非常受美国的影响 受美国的挑拨离间的 受美国的教授 对 这个俄罗斯非常不利 非常不友善 而且呢 拿 俄罗斯的这三千万的侨民做文章去欺负 去要挟俄罗斯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财产问题了 建设问题了 军备问题了 都没有解决 就想用这个去欺负这个俄罗斯人 去 要挟俄罗斯 这个情况跟中国其实是很像的 这不是一个俄罗斯的问题 咱们侨民的问题有多少呢 中国共产党是把这个侨民呢 海外的这个华人呢 分得很清楚 华侨 华侨 华人 还有 有中国国籍的就是华侨 没有中国国籍的就是华人 没有中国国籍的人呢 中国对他 这个这个算 把他看成是个外国人 出现什么屠杀事件呢 这个不容许干预内政 这个是中国现在 五十年代一贯的这么样一个措施 一贯的一个态度 而且现在尤其是年轻人了 这方面的这个观念呢 是非常浓厚的 可是在五十年代以前了 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观念 什么华人华侨 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都是中国人呢 因为啊 任何一个国家要排华的时候 他不去管你国旗的 他要杀全杀了 是不是 要跑你一个跑不了 你这个时候去分 中国人 这个这个有中国国籍 中国没有中国国籍 很荒唐的事情 非常荒唐的事情 一个具体例子是什么 20好像是2014年吧 那个时候为了什么事情 这个越南开始又排华 小规模 那个规模比较小 死了几十个人了 当时 台湾政府呢 就像台湾的侨民做一个建议 你身上挂一个牌子 我是台湾 我是中华民国 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侨民 结果照样是 该打死的还是打死 工厂要烧掉的也烧掉了 机器该抢的都抢 你有什么用 是不是 因此呢 我现在对这个 俄罗斯 处理侨民问题非常关切 因为多少年来我就一直在呼吁中国当局应该好好的考虑重新思考 侨民 华人 这个华侨的关系 跟他们的处境 一方面是尽量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去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生命安全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万一是受到西方的教授 造成了什么排华问题 你怎么样去处理 你是不是有这个心理准备 有这种准备的机制 现在这个国家越来越大 跟他们之间的发生的冲突越来越多 我其实写过很多的这方面的文章 做过很多的呼吁 我一直考虑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考虑到伊斯兰教世界 是不是哪一天会 采取一些排华的措施 因为 他们利用新疆的问题来 在挑拨离间 而且在整个的反恐期间呢 反伊斯兰教这个恐怖主义期间呢 确实中国的汉族呢 对这个少数民族对 尤其是伊斯兰教是非常不友善 很多有一个时期我们必须承认 就是说有一个时期呢 这个相貌长得像维吾尔族的 像伊斯兰教徒的 甚至是回族的 到内地找不到旅馆 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必须看到 如果说在西方的这种媒体 散风点火的情况之下 突然造成一个某一个伊斯兰世界 在反对中国 反对华侨 拿中国的这个华人 华侨出气 那么怎么办 因此呢 我对这个 当然我就没想到 欧洲会发生这个事情 现在乌克兰的这个 华侨的处境 非常的困难 那里的华侨人数不少 有两万人 你想要撤离撤离的话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而且航空这个 都已经封锁 叫他们往哪跑 像这些事情过去有没想过 因此呢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政府 应该特别设立一个小组 专家小组 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将来碰到任何的事情 能够及时的 以最快的速度 采取一些措施 而不要那么无聊的 去搞什么 这些都说 战狼这种电影 战狼这种电影 在我们这个社会 就称呼战狼这种电影 拿暴力去做这个 增加这个票房收益 的是暴力纯公片 真正现在发生了 这个排华问题 你战狼到哪里去找 战狼在哪里 是不是 真正该做的事情 是政府要设立一个机构 去 全球性的去把这个问题 好好研究一下 我并不是说 我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可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华侨的数字 不是三千万 而是至少是五千万 还有一个提法 说是八千万 我只是取一个中间数 比较保守的一个数字 那么现在又回到一个问题了 那这个乌克兰 俄罗斯的侨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啊 严格讲起来非常可恶 就是说从2014年政变 推出一个 建立起一个对俄罗斯 非常不友善的政府之后呢 这个 侨民啊 俄罗斯的侨民 促进就非常困难 因此呢 也是非常被动的 他们在东部成立了两个 这个自治区 有他们自己的军队 有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有这个他们自己的政府 其实已经是一个半独立状态 那么在这个半独立状态中 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他们的军队呢 是采取手势 而跟他们这个交界的这个乌克兰地区呢 一共有400公里长 而且双方面对垒的军队到底有多少人呢 将近有8万人 而且死了多少人呢 从2014年到今天呢 死了 据俄罗斯官方的数字是一万五千个人 实际上我估计大概是 我看的很多的资料是 大概是在1300人左右 1300人也不得了了 在八年之内死1300年 1300 一万三千人 对不起 一万三千人 俄罗斯是一万五千人 八年之间死一万三千人的话 你算上每一天是多少人要死掉 死几个人 死几个人 打死 可是你们在国际媒体上 有没有听到任何一点消息 有没有丁点的新闻 关心这么一个世界 没有 一点都没有 可是 我们的消息从哪里来了 我们的消息也不是从俄罗斯这边出来 我们早就知道了 因为如果说是你愿意去找这方面的新闻 你只要打 这个建入东巴斯 东巴斯 巴斯这样子一个 池 打到 谷歌里头去 就会出现一大堆的信息 甚至包括wikipedia 就维基百科 都很 具体的告诉你死了多少人 大概就是一万三千人的数字 可是媒体上见不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怎么办 俄罗斯政府怎么办 他这个难道就是袖手不管吗 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是俄罗斯刚刚发生的一个新的问题 一个新现象 突然出现三千万 三千万的侨民 而且现在这个媒体这么发达 他们国内的人知道啊 因为这些被被迫害的这些乌克兰纪内的俄罗斯人 会把他们的消息传给俄罗斯的老百姓同胞啊 他们又都要知道了你这个政权怎么样维持下去 我们现在换个角度去看 我们知道在1979年这个中国跟越南发生了一个战争 战争完了之后 当然战争之前就已经有小规模的排华 排华事件发生 几万人被这个 这个这个从越南了逃到中国去 那个时候不叫排华 那个时候是反中 因为了跟中国决裂了 中国跟美国关系改善了 这个越南人觉得你中国把我还在打仗 你就跟这个美国勾勾打打 这等于是出卖这个国际公运 是不是 因此他就开始反华把这个政府里面的人 亲中国的社会上亲中的人一个一个赶走 那么当然大量的华侨的华人 本来也就是很多都是亲中的 受不了了 觉得他们将来没有前途了 就一个一个跑到中国去了 这个已经好几万人 可是这个不是一个针对华侨华人的排华的运动 真正开始排华是以后的事情 是1975年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 1975年的时候 同时在越南跟柬埔寨 进行这个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 越南还算是比较好 还比较仁慈一点的 那中国支持红色高明取得政权以后 红色高明进行的这个社会主义改造 一下子让这个20万的这个华人造成他们的死亡 这些人该救不救 有没有人造主义问题 那么红色高明建立的国家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去 三号怎么样 去保护我们的侨民吗 保护我们的华人 同胞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 所以我很关切的就是说 刚刚谈到这个越南 越南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打完仗以后 发现一个什么严重现象呢 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说 大量的华人呢 越南华人越华了 华不下去了 本来整个越南有200万华人 结果呢 经过这一战之后呢 剩下一百万 那 还有20万人呢 就是所谓的boat people 就是传人 这个像陆海呢 去这个这个就逃命的这么样一批 具体 葬身渔夫的有多少呢 我们随便去看看一些国际上的资料 有些夸诈 有些夸张 不过我想至少是10万人死在海里 假如今天发生同样的事情 网络信息那么发达 这种消息传到国内去 这个政权 危险 这种事情不能再让它发生 那么具体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要很仔细的去关注俄罗斯政府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 他现在提出的是人道主义援助 这个事情呢 过去美国干过 美国想利用这个东西去破坏国际法 那么现在俄罗斯发生的这样子一个问题非常的棘手 他必须处理啊 不然他这个政权维持不下去啊 那么他干这事情突然就进兵到这个乌克兰是不是犯法了 当然是犯法这是毫无疑问 可是人道主义问题呢 这个问题啊 我自己没有解答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进去 你根据一个教条根据一个法律去 做谴责 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说什么东西呢 我是觉得人道主义问题 当一个主权国家 他没有行为能力 他在甚至是主动的 在刻意的去欺负一个少数民族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他的主权该有多少 这个东西必须在国际法上 国际领域联合国 想加训练 甚至去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们不能够 这个像鸵鸟一样的 不去 这个 这个 视若无睹 这个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而且 随时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 另外谈到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了 一个感情上的问题 这个感情上的问题了 为什么让 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这么生气 这么愤恨 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换位思考的话 非常简单嘛 你大陆为什么这七年 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对这个台湾恨之入股 甚至你看看网上这些一些网民 尤其是九零后八五年后的这些年轻人 对台湾的那些攻击 这个语言上的这种打气 这种侮辱羞辱 那是无以伏加的 这个两个地方 年轻人在那边互相打仗 打口水仗 唯一的结果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渐行渐远 年轻人呢 对中国大陆一点兴趣都没有 看到这些网民就怕 又斗不过他们 因为台湾的人嘴很笨 这方面没有受过什么训练 这个要讲吵架的话 那是绝对输的 斗不过大陆 那么 为什么 现在会对台湾那么仇恨 这个东西也不怪大陆 因为了 这个蔡英文政府了 是一个台都政权 她想独立 想脱离中国 她是一个新的政权 世界上啊 所有的政权 所有的新政府 新政权 在她 想要巩固自己的时候 她要编造一个大叙述 有些呢 她的这个关系呢 跟过去的传统呢 是很接近的 她这个 而有些呢 她是 胡来的 你比如说台湾 她想脱离大陆 怎么脱离呢 她说 我跟你血统上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经过国际接轨的 我血统里头有 有有 山地人 这个台湾的高山族 这个大陆叫做什么东西 土著啊 我们血统里面有西班牙 有葡萄牙 有什么日本啊 而且我们思想上是跟这个属于自由民主的这个 我们分享他们的这种普世价值 所以跟你根本就是另外一个民族 他在编造一个神话故事 实际上台湾人的汉族的血统的成分呢 还多过大陆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受北方的影响 这个游牧民族的入侵啊 受这个西域这边些民族的入 混合了 这个汉族的这个基因的这个血统了 我们就说血液了 还还不及台湾多 台湾更多的 台湾好像占96% 大陆只有92%左右 所以他去现在要编造一个故事 要编造一个大叙述啊 告诉老百姓呢 他是合法的合理的 而且他这个所有的主张都是正确的 乌克兰也在干同样的事情啊 对不对 乌克兰他的历史 其实 在十世纪九世纪的时候 他跟俄罗斯跟这个白俄罗斯是一体的 是一个民族 一个语言 基本上就是不同的方言 可是 统一个文化 而且呢 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文化源源泉 就是在基辅这一带 现在什么南斯拉夫啊 到处西拉西斯拉夫啊 或者说是这个东斯拉夫 这是后来造成 都是后来造成 尤其是南斯拉夫 都是从北面慢慢移民啊 移民移到南部去的 到亚德利亚海啊 这些地方 九世纪 十世纪的时候 同时出现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在基辅成立了一个 我们现在叫古罗斯这么一个王国 现在的俄罗斯这个罗斯 就是从这个古罗斯啊 这个啊 继承下来的这么个名称啊 你就整个的民族的名称 就是同样的东西 语言是一样的 王化是一样的 那么突然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同九世纪四世纪的时候 匈牙利人呢 那个草原民族呢 突然打进欧洲 然后就像个旗子一样的 钉子一样的 扎在这个欧洲的心脏地带 刚好就扎在斯拉夫人的文化圈里头 生活圈里头 然后就形成了西俄罗斯 西斯拉夫 然后南斯拉夫 跟东斯拉夫 这三个地区呢 之间的隔阂就变成越来越大 为什么越来越大呢 因为有的地方受东正教的影响 有的地方受伊斯兰教影响 有的地方受新教影响 有的地方受天主教的影响 就整个的乌克兰呢 分成两部分 东部呢 就是现在这个独立的这两个共和国这些地方呢 包括克里米亚呢 还比较好一点 受到的外力的这个侵略 或者受到他们不同的文化的这个 这个影响呢 还比较少一些 可是西部呢 就是现在这个排俄罗斯 就是敌视俄罗斯的这一个西部呢 中文大概叫 嘎利西 这样子一个地区 嘎利西亚 嘎利西亚 这个德文叫嘎利西亚 嘎利西亚这个地区 嘎利西这个地区的话 就是又受到波兰人的统治 又受过这个 普鲁士的统治 又受过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影响 又受过这个 奥匈帝国的统治 又受过罗马尼亚的影响 跟这个捷克斯拉夫的这个短期的 统治跟占领 而且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是纳粹1941年 纳粹德国1941年就占领了这块地区 然后在这一块地方呢 就出现了大批的这个纳粹分子 就是乌克兰的纳粹分子 192014年 我们刚刚谈到2014年 把一个合法政府给推翻了 搞一个颜色革命 那个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政党 就是现在这个政府里面呢 这个政党的力量也很大 叫做斯佛伯达 斯佛伯达 斯佛伯达 翻译成中文的就是自由党 自由党呢 基本上都是纳粹分子 而且呢 纳粹的是非常彻底非常厉害 怎么说呢 就我们知道 在整个的这个二战时期呢 欧洲的犹太人原来大概是八百万 后来就被纳粹德国呢 把这些人呢 十五六个基督教国家的纳粹 纳粹民族呢 就送到几个 这个这个 集中营里头去消灭掉 就前前后后一共消灭掉 大概是六百万人 那么 这个都是有组织的 把他们 抓起来 然后送到集中营 做火车送到集中营 集中营里面像工厂一样的 每天烧一部分 烧一部分 杀掉了这么多 那么 乌克兰是怎么死的呢 乌克兰的犹太人 乌克兰的犹太人的 这个人口密度啊 是全欧洲最高的 乌克兰那个时候 大概总共是四百万人口吧 犹太人干掉了一百五十万人 而且并不是说都是送到外国去 送到集中营去 就是 就是本地人杀的 你本地人要杀掉一百五十万人 这不简单的事情了 可是 就是这批人干的事情 你想现在的这个 乌克兰的法西斯色彩又很浓厚 又开始侵服少数民族 又开始尤其是俄罗斯人 打出来的旗帜 又是师父部的自由党 我谈到自由党后 多多多讲两句 在欧洲整个范围 你听到自由党这个名字 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 所谓的在欧洲议会 也有一个自由党党团 这个自由党党团是哪里来的呢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西斯政权被打垮了之后 很多老法西斯分子没有地方去 自由党就各个国家的自由党 就变成他们的牺牲的港湾 就躲在里头 比如说奥地利的自由党 也就是一个非常法西斯的政党 乌克兰 斯福波党 其他的几个国家 你说他 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法西斯呢 因为他们呢 自己认为 他们在文化血统上 跟日耳曼民族 跟德意志民族是比较接近的 还有这么样一个文化的渊源 他们并不承认他们是斯拉夫民族 他们就像台湾一样 就说我经过国际接轨了 我现在是一个新的民族 跟你没有关系 这样子一种倾向 这样子一种关系 那么俄罗斯人不伤心吗 你大陆人不伤心 当然很伤心 对不对 可是这种伤心归伤心 是不是可以通过 应该通过武力去解决了 这个东西值得讨论这个问题 我 你如果说问到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 海峡两岸的问题 或者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问题 不是一个军事问题 为什么不是军事问题 就是说你这么大的国家 你要去解放或者是统一这么小地方 或者处理这么小地方 像菜豆腐一样的 像台湾这个地方 一个人 都拿不起武器的 你去跟他打什么东西 不是个军事问题 像乌克兰也是一样 这么大的一个核子超级大国去打乌克兰 这个不能打的 是不是 我常常讲这个世界有两个超级大国 真正只有两个超级大国 中国还不能算 中国只能算半个 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 俄罗斯 都是手上有五千 五千多个核子弹头 核子导弹 一九 大概是在一九 七零年还是一九八零年 这个我不太记得 曾经在美国跟苏联 同时两个不同的研究所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把全球拥有的四分之一的核子武器 引爆会导致什么结果 双方面在做这个研究 结果达到结论是一样的 就说那么 立刻就造成一个核冬天 因为到满天都是烟雾 太阳照射不到地球 那么就造成一个核冬天 零下这个气温呢 居然的会落到零下二十度左右 那大部分的生物都死了 就把整个地球摧毁了 俄罗斯现在就是有这么大的力量 西方国家一天到晚制裁 制裁到我心惊胆跳 他难道会让你逼到死路吗 走投无路那一步吗 逼宫屈膝那一步那一步吗 不会的 最近被这个普京讲过一句话 他说俄罗斯都没有的话 这个世界还存在有什么意义 他就是这个 他就是这么一 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而且我相信俄罗斯人都是这么想 你真正要把他逼到 逼到这个这个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跟你拼 我 从1950年我开始 啊不是从 这个这个50年前我开始研究这个 国际政治问题 从来没有碰过像今天这样子一个局面这么危险 啊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啊 而我们如果谈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其实不是一个军事问题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虽然我不同意这个做法 可是我知道他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我不 我 赞同用这种军事手段 因为军事手段 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乌克兰根本不堪一击 啊 就等于是鸡蛋 碰石头 怎么个打 不能打的 啊 可是 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非理性的世界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乌克兰是怎么样一个处境 老百姓也没有这个打仗的意愿 尤其是乌克兰的军队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勇气 也没有这个意愿 啊 可以 我刚刚讲说是 在 这个新成立的两个共和国啊 啊 有八万的军队啊 成兵八万双方面的部队啊 有那么多 其实乌克兰这一边的这些军队呢 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官方的这个啊 国防力量 而相当有一部分呢 真正在一天到晚跟人家扯屁 跟人家打仗放冷枪呢 是一种特种部队 这个特种部队就是 自由党这一批极有分子在那边操纵的这么一批啊 这个这个军队跟政府军还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政府军根本就搞管不到 前两天就好像还是昨天吧 乌克兰总统就在讥讽这个普京 说你谈到这两个地区啊 东 这个东帕斯这个地方说我们欺负俄罗斯 他说没有啊 他说我那么多的俄罗斯的好朋友在那里 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和吃饭的 这是 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啊 东帕斯那里的老百姓 俄罗斯人战战尽情 照不保息 这个是 你只要去 震惊一点的资料 你去翻一翻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为这些东西 你国际媒体可以掩盖这个事情 可是研究机构掩盖不了的 愿意说实话的人 知识分子文化人还是很多的 所以这个 这个俄罗斯现在这个现任的政府 就是一个演员 他是根据剧本 谁给他剧本他就演什么戏 他对整个事情的严重性 他并不了解 他没有那个经验 他没有从政的经验 他本来就是演戏出身 演了个 演了一场戏演得很好 然后经过民主歌选举 就把他选成总统 他就莫名其妙上台了 这个 这个问题涉及到这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西方的民主制度 西方的民主制度 好不好 他当然有好的一面 我们如果说是看看欧洲 西方民主制度这种议会道路 政党政治 有他的一定的政治文化 有他一定的政治背景 这是从欧洲多少多少年 这个 同业工会啊 工会啊 然后教会啊 然后不同的政治团体了 不同的阶级 组成的政治团体 互相这个 斗争 然后最后来发现到 斗争不是个办法 最好大家派出你自己的代表 派出你的精英 啊 就是说 这个议员了 啊 派你们的议员到议会里面 去大家坐下来 根据同一部宪法 啊 根据同一个 啊 程序 啊 这个公平的在那边 寻求一个 定出一个决策 让大家都能够满意 今天这个决策 啊 实行不通 不好 那么下一个政党 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啊 上台了 他会执行他的政策 就是说 有右派的政党 有左派的政党 当某一方面的老百姓的利益 受到 啊 这个这个损失 然后 啊 有钱人吗 这个 更有钱的时候呢 社会民主党会出面 啊 上台 或者社会民主党啊 这个 比如说 这个社会福利方面 搞得太多了 使得 企业界的竞争力 啊 下降了 那么 右派政党 又上台了 就不断的 这么样一个循环 可是呢 出现一个问题 我现在讲西方 啊 像欧洲 欧洲在 三十年代 这时候会 也是 突然出现了一个 出现了一个 这个经济危机 啊 经济恐慌 在经济恐慌的时候 老百姓呢 就这个 战战兢兢的 惶惶不可终日 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这个德国的纳粹党 纳粹党是干什么的 纳粹党就是一个叫做 我们现在叫民粹主义 就是他利用煽动情绪 这个去争取选民 把自己扮演成 这个劳动人民啊 劳苦大众的 这个捍卫者啊 他们的利益的捍卫者 就是靠煽动 这个民族情绪 我们的 今天的所有的苦 痛苦呢 都是因为少数民族啊 都是外来的工人啊 都是因为外国啊 造成的 就制造一些仇外 怎么样一种情绪啊 其实每一个国家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都有15%的人口 这种潜在人口啊 这个是 巨外排外 问题就是说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社会很稳定 可以把他们的 这种野蛮的这种性啊 给压制住 可是一到这个 特殊的情况的时候 经济危机的时候啊 那么 这些纳粹政党 这个民粹政治家呢 就会利用这些情绪啊 这种恐慌的情绪去进行 煽动 去争取选民 因此呢 造成什么结果呢 就是纳粹当权了 纳粹当权了 就不得了了 就 引起战争了 然后 造成这个整个国家的灭绝 同时 也造成大量的这个 犹太人口的这个 灭绝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 一个人叫做 Leal Strauss Leal Strauss 这么一个人 他是犹太人 一个教授 他就在三四年代的时候 逃到美国去了 然后他就研究整个问题 他就指出来 他说 民主制度 他有他的缺点 最大的缺点就是 第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假设每一个人 有一人一票了 都可以很理性的去控制 去掌握这一票 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假想 不一定能够现实 这个东西完全要看这个地方的 文化背景 教育水平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即便这样子一个健全的社会 经不起 非常时期 这个 这个危机时刻了 经受不了这种 投机分子 投机政客 这个 民粹政客的煽动 这个时候会破坏整个的制度 像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 西方社会呢 这个民粹主义是非常激烈的 这个跟 第二 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呢 一直执行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啊 新自由主义有关系 因为很 很明显的一个结果 执行新自由主义 开放金融啊 各种投机手段的这个促进啊 导致现在穷的越穷 有钱的越有钱 这个是两极化的问题 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包括中国都有这个问题 这个Leo Strauss呢 他在美国呢就 芝加哥大学呢 教书 他就把他整个的一个思想呢 就 这个交给学生 他的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是非常脆弱 可是呢 我们民主国家呢 应该利用这个民主制度 这个利用宗教 这些东西都是很虚幻的东西 利用民主制度 利用宗教来外销 然后利用这些弱点来去统治 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民族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是精英 我们是最发达的国家 当然是指他们自己这批知识分子 我们都是精英 我们其实都是战略家 为什么是精英呢 不需要证明 我们国家最发达 我们这些人站在课堂里面讲课 已经事实证明我们是精英 他这个整个的理论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训练出来的这批学生呢 尤其是在小布希时代 内阁里面全是这批人 全是这批人 因此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这批人当权 刚好就是全世界什么普世价值啊 民主自由啊 这个这个各个方面呢 人权啊什么东西 叫的最想要的这么 而实际上呢 很多的肮脏事情 他们做的比任何人都还激烈 规模更大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六千万个难民 那你仔细看看到底有多少人 多少难民是美国制造 绝大多数 这个我就暂时先讲到这里好不好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 他想提一些问题 讨论一下 好谢谢您啊 也不过多的谢的话不说了 完了赚点时间 那大家有一些问题 这儿那个 那个余教授 您看那菜的上 有一些问题 您那您方便看吗 看什么东西 哦 一个菜的菜的上的就写的问题 你一点点开 哦我 对不起我一个都看不到 要怎么看法 我对这个 我对您念念吧 好好好 有的是对您的感谢欢迎 这个就不说了 哦好的 啊 啊 完了 那个 还有一个人提出了 三十年战争以后 定立的刚才说 威特法利亚这个 这个奠定了 那斯法利亚 那斯法利亚 啊 说至今 以主权国家 啊 是否主权国家 以及互相承认的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刚才这您讲了 是吧 对 啊 嗯 嗯 说与主权相对的是人权 啊 这句话 威特法利亚 威特法利亚 这个 呃 这个条约里头 没有涉及到人权的问题 哦 没有涉及到人权 只是强调主权 主权不容干预 啊 嗯 就是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政府 对他自己的主权 有绝对的管辖权 我想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主权 主权应该是维护人权的一个目的 有可能这样一个关系 我估计可能是这么一个 对 所以 所以我后来就提到人道主义问题了 啊 人权了 对不对 因为我 我的解释就是说 美国也是提出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 人道这个国际的人道主义干预了 可以取代这个主权 这个主权不是最高的 人权呢 人道主义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对 可是你要想把这个概念 这个贯彻下去的话 你必须要改变联合国宪章 嗯 必须要修改联合国宪章 现在要怎么修改 这个是一个问题 而且美国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有它的 国家的利益 在那边想取代整个的联合国 现在苏联呢 不是俄罗斯呢 也提出同样的问题 人道主义干预 那么这个人道主义干预 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思考 有没有什么道理 这个里边呢 其实呢 我是想啊 有这么一个 好像你比如咱们 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对 可以这么说 类似这个 是吧 政权和主权 道德和法律 这个法律的东西 定的是一个 大家都 一个规范性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和道德之间 这个关系啊 有时候就拿不准 是吧 对 所以往往公众呢 是站在道德层面上 而那个法官呢 站在这个 法律的这个层面上 这个两个呢 有时候这个 就就确实有时候 理解 时候或执行的时候 有些问题 我们必须要照顾到道德面 也必须到 照顾到人权面 可是又得防止 人家利用这些 做借口 去侵略其他的国家 对 这是个很 原则上就是说 道德不能超越法律 否则法律定了 就没有意义了 对 是吧 尽管你可能有道德丧失 道德损失 但是你可以改法律嘛 但是没有改法律之前 这个 还是 还是有依法 是吧 你要改法律 和道德人间的关系 那改法律不是很容易的事 对 像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 里面几个安全理事会的 这个这个成员 你要他 达到一知一见是非常难 对对对 就好像 例子吧 就是有人说 他的杀人 完了以后呢 确实死人了 完了你得偿命 但是你说他呢 有很多委屈 他是挨了欺负了 怎么知道的 但是他挨了欺负 你反过杀人 那又是法律问题 对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是 你枪毙嘛 违反道德 不枪毙呢 你违反法律 这就是 我想说 可能跟内容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中间有很多的缺陷 这些缺陷 我们怎么样 用和平的手段 用理性 要有个understanding 要有一个理 能够换位思考人家的处境 不能够说是 现在好像 普京 俄罗斯 百分之一百的错 或者他百分之一百的对 这个都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出于这样的一个 有点 这个时候就有点悖论那种 是吧 就这样 阶段 对 所以这个头呢 我也觉得那时候也是 美国这个头也没带好 你说人闹完了以后 他就去了 结果把这国际法也破了 这边我问了一个问题 您听说过 说要华语卡吗 听说过 大陆说 那时候想弄一华语卡 您在欧洲听说过吗 听说过 听说过 听说好像现在 这是一个探的放分呢 还是有些人在里头 创的一个创意 就是比如说 我们 华人创意的 还是说是政府有时候放分呢 好像是 朝这个方向推动 这个应该是 不是放风 而是就是 这个应该是国家的政策 我也觉得 应该是国家政策 所以他这个解决了 您说那个 一部分什么华人华侨 是吧 完了这儿呢 他有一个华语卡 那么在华语卡下呢 你这个就华人华侨 所以我变成就是就就一样了 就相当于一个 你那个就是 就是一个中间路线 是吧 对 这个事情啊 扯远一点 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中国的这个历史的发展 跟这个社会的发展 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不强调 也不强调民族 也不强调国籍 而是强调文化 就是所有 任何地方的人 只要认同于中国的文化 那么就是中国人 这是传统的几千年的 这个这个 一种文化特色 文化特色 你只要 你比如说你今天是犹太人 你到了中国以后 接受中国的文化 你可以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 然后可以去做官 这个这样子一个机制了 在全世界是其他地方没有 因此我们的人口了 除了自然增长以外了 可以非自然的增加 突然可以说是几千万到几亿 这个不是自然增长造成的 而是通过文化融合 促成的这么样一个局面 这样子一个文化特点 这个一种文化特色 我觉得不应该完全抛弃掉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在1950年以前呢 制定华侨跟华人政策之前呢 一向都是一视同仁 我们要搞革命的时候 刑害革命 需要钱的时候 或者就找华侨去 去 这个 这个 请他们捐助 从来不会说 你这个 你是华人的话 捐钱给中国去搞革命 你是干预内政 干预中国内政 是不是 过去没有这个观念 现在如果说是国家想促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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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济的 啊 成 经济的这个 这个建设 对华侨 当然是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可是对海外的华人 如果说是太过排斥 或者认为是另一类人 或者是认为他们是外国人的话 对自己也不是很有利的一件事情 这个问题 就是说 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不是该重新的考虑 这也是一个建议 我并不是说给一个什么答案 或者什么批判 而是说 有些事情啊 说不定最好是不提最好 有些是世界上很多的事情 尤其是 设外关系 可做 可是不可讲 最好低调处理 不要去强调我们 我再问您问题啊 对 您认为 现在俄乌关系啊 就是我们来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地位 你不是普京说了 你现在 不能 你是中立 对吧 完了以后呢 西方当然说 你得是我 最好是北约的 对吧 你 你 假如您要给乌克兰开个要方 普京现在提出来的 就像你刚刚讲 他说要中立化 另外就是非军事化 就是不可以再接受西方的国家的 西方集团的武器的供应啊 或者说是去训练他的部队啊 就是说啊 这个俄罗斯方面当然很简单 他说我们之间是一个兄弟关系 你去军事化干什么 你打谁 而且从实际的考虑 我觉得乌克兰人要 要是理智一点的话 你去武装什么东西呢 你去抵抗谁呢 谁也抵抗不了 是不是 情况跟台湾很像 你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老百姓不想打仗 那么和平和的一个民族 去武装自己干什么呢 老是去买一些廉价武器 花了很多钱去买个很低劣的武器 划不来的事情 甚至要打的话 几分钟就没有了 是不是 就是 那银鹤 我们的弹主银鹤 银鹤呢 还有什么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自由问答时间 哎 果瑞 你露了面吧 那个 我有个问题 刚才在那个聊天里面 我写了 我就让那个 想请那个余先生 说 先说 想请余先生 对 好 我想请那个余先生 大致研判一下 就是俄乌之间的战争 未来会如何走向 俄罗斯有没有可能 就此进一步解体 就是两个问题 走向 我想最后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我相信 这个谈判 可能也不会那么顺利 不过最后的话 还是要 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 因为双方面 我都没有看到人有继续打下去的意愿 就是说 现在已经双方面都在这个谈判桌上了 可是呢 这个乌克兰这一方面呢 这个受到的国际干预还是很多的 不断的送武器过去 这些都不是好事情 散风点火 火上浇油 可是我相信呢 就是即便他接受了大量的武器 他也不敢打 因为没得打 到最后 还是用通过谈判的 就是双方面让步 做一个解决的 至于你说 说俄罗斯本身 说他会不会瓦解 我相信不会 我相信不会 好的 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 还有什么问题 宝贵时间啊 因为那个 能难得 于教授给他们 也是冒跌之年了 给他们 抽出时间来 一块讨论问题 那我再问一问题吧 你刚才说到这个叫 这个文化 这个一个国家的文化的 这个民族概念啊 所以呢 这个你不要像日本的时候 就到了台湾 让学日语 到了中国也是要强学日语 我们记得那时候小学 是中学吧 学都得一课 就是德国人让 法国吧 人要必须学德语 对吧 对 那么这样呢 他就是认为 你要有我的文化了 然后呢 你就 你就是 从心里被征服了 以后呢 我就成为我的民族了 是不是 你刚才说的文化 这个 国家就这意思啊 包括加拿大 那个 你现在谈 你现在谈的是一个 异族文化 强加到这个被侵略民族的文化 对 你是不是 这是一回事 我现在谈的是 我刚刚谈的是 像台独政府 或者说是 乌克兰政府 他是主动的 为了替他自己的政权 这个建立一些合理性 搞一些大叙述 去编织一些神话 编织一些这个东西 这个是另外一码事 前面的你讲的这个外族强加的这种文化 这个其实都是很好解决的 你比如说吧 像台湾问题 台湾在1944年 这个二战尾声的时候 日本人这个军援不够了 就突然要向台湾征兵 然后一下子来台湾 这个就有上百万的年轻人 报名参加从军 参加皇军了 而且都知道去打中国大陆 而且都可能派到大陆去杀中国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日本化 皇民化已经是非常彻底了 对不对 如果说拿当时的情况跟现在去比的话 那现在的情况 好像是小屋见大屋 那个时代更严重 可是光复之后1945年之后 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又中国化了 皇民化的东西就整个就消失掉了 就是说那个基础也是很薄弱的 所以你比如说我刚刚讲说 现在出现了3000万的这个俄罗斯侨民 这些侨民呢不只是在乌克兰 也在这个比如波罗德海 三小国立陶宛啊 这个爱沙尼啊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呢很多地方 他们本来的语文呢都是俄罗斯语是官话 就是正式语言甚至是俄罗斯语 像这个这个就好像在台湾本来是普通话 就是我们叫国语了 你们叫普通话 普通话是最这个官方语言 等到这个他这个政权一上台之后 就就定出法律 就是说你讲俄罗斯语 在公众场合 在正式场合 比如说学校里是非法 还非法了 把它非法化了 这个东西叫人家怎么吃得消了 是不是 像台湾现在也是这样子 你打开很多电视机啊什么东西 出来的就是台语 就是这个闽南语 我们这些外省人听都听不懂 他也不管你 本来语言这个东西是一个 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这么一个工具 双方面都能够懂得语言的话 就是最好的语言 没有第二个选择 可是他要搞这个民族隔离 搞血缘隔离的时候 他什么招动会有 他根本就不考虑到 你听得懂听不懂 是不是该尊重你 这个是他丝毫不考虑 像这样子一种情况的话 对俄罗斯人来讲 对俄罗斯侨民来讲 是完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 是一个shock 我昨天大家讲这个话 讲到好好的 最漂亮的语言 就是咱们俄罗斯的这个 普通话 现在突然变成非法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乌克兰就是接受了中立 那么我觉得是对世界的格局 会产生一个特别大的影响 这个现在就是目前问题的真结所在 就是美国这个西方集团答应不答应 他不答应 他不答应的原因很简单 对因为美国现在是这样子 美国他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 不能够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 能够对美国挑战的力量 如果说一旦俄罗斯跟这个欧洲联盟 结合起来的话 那对他来讲这个一个是致命的一个伤害 他不能够允许 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或者说最积极想做的事情 就是咱们要去挑拨俄罗斯跟欧洲联盟之间的关系 这是他最大的目的应该 这是他最大的目的 我觉得现在有一种说法我很赞成 就是说美国就希望乌克兰就在这种胶着的状态 但是又不是很厉害 这样欧洲他就能当欧洲老大 如果乌克兰要是真中立了和平了 俄罗斯跟德国北西二号在和平了 跟欧洲在和平了 那美国的老大哥就没用了 但是为什么欧洲不懂吗 欧洲的处境也是非常被动 因为这个整个90年代 东欧集团瓦解之后 欧洲国家自己也是处于一种 好像这个这个怎么讲了 不知道该怎么走走下去 为什么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呢 那不能联合起来吗 曾经想联合过 比如说你们应该都听过所谓的马城条约 就是1991年 这个签订的这么一个条约 在荷兰马城 这个地方 然后92年这个马城条约正式生效 马城条约里头就有几个规定 一个当然欧元这个已经实现了 另外呢就是要建立欧洲独立的 外交跟安全政策 就是等于是把北大西洋公约把美国人给踢出去 由欧洲人来治理欧洲 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建立一个欧洲的 这个西欧防御联盟 这么样一个军事组织 由这个军事组织来取代北大西洋公约 这是当时在那样子一个冷战时期 刚瓦解之后结束的时候 欧洲人的一个普遍的愿望 所以提出这么个构想 这是然后这个欧洲联盟 本来是个欧洲共同体 就正式成为一个欧洲联盟 打算朝这几个方向发展 结果除了一个欧元之外 其他两个东西现在听都听不到 听都听不到 甚至相反的 本来是想独立安全政策 这个外交政策 现在等于是说跳上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的战车 到处替人家去打仗 而且结果对欧洲其实并不是好事情 因为突然在欧洲就出现了两个伊斯兰教国家 这也是美国搞出来的 一个是波斯尼亚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科索沃也是个伊斯兰教国家 这个在欧洲过去版图上不曾出现的 对不对 你像科索沃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 美国发动了一个美国为首的 这么样一个北约国家就对南斯拉夫发动了78天的轰炸 同时也包括中国大使馆也给他炸了 炸完了之后 签订这么样一个安理会的条约 就是叫1244号条约 1244号条约里面 开中民意的就是承认这个塞尔维亚 对这个科索沃有领土主权 可是呢塞尔维亚这个地方过渡时期 要接受这个欧洲联盟的保护 跟他的扶持 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说 即便1244这个决议是这么规定的 西方国家还是把它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是明显的破坏国际法 甚至破坏他自己通过的 自己设计的1244号规定 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呢 在国际上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你把它中间的一部分领土给抓出去 让他独立出去 因为科索沃并不是一个加盟共和国 加盟共和国的话 有加入跟退出的权利 可是科索沃只是一个省 而且并不只是说科索沃这一个地方 甚至苏丹南部也让他独立了 这些都是破坏国际法的一些手段 而且那个时代呢 俄罗斯就一再三提出抗议 就是说你这么做的话 我将来也仿效 现在果真是如此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是说 好像这一边是100%白的 那边100%黑的 很多事情肮脏事情 美国自己先搞的 然后建立了科索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 结果是怎么样了 结果现在你看科索沃是欧洲的平民库 2016年的时候不是闹难民潮吗 很多是非洲啊 中东 一大批的难民跑到这个中西欧国家去 里面就夹杂了三分之一 至少三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人 就是阿尔巴尼亚跟科索沃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 就装扮成难民就跟着一起跑到德国去 后来都给拽出来 然后除此之外呢 现在全欧洲范围之内最大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 叫做邦斯对尔邦斯对尔就是在科索沃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不知道 就是在美国的军营邦斯对尔周边呢 还建立了三四个恐怖分子的培训员 就是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培训员 都在那边搞 然后科索沃现在又是最大的 美国培训的当然是美国培训的 而且不只是美国直接出 也通过土耳其啊这些国家的一起搞 很多国家一起参与 余老师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这个王毅讲 他是建议就是说北约不要东扩 是不是建议北约就是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导致双方停火呀 但是好像今天好像没有看到他们停 可是我觉得王毅这建议还是挺不错的呀 这不就是普京的根嘛 对 对 对啊 这些你要同意了 不就这战争就就没有了吗 对这个事情是我相信会达成的一个结果 王毅提出这个建议啊 其实 美国也不会乐意啊 美国乐意不乐意是一回事 可是北大西洋公约呢 我刚刚讲说是从16个国家 现在已经发展到30个国家 可是并不是说所有的30个国家都乐意建到 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 让他加入的话必须要有30个国家的同意 可是这30个国家里面很多的国家根本就反对 乌克兰跟哥鲁基亚来参加北大西洋公约 对呀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怕死 知道这几个地方呢 是troublemaker 是麻烦制造者 很不稳定 随时会把这些战火波及到自己的身上 大家都想活下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就是说很可能解决 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 这个并不一定说中立化 可是就是有一个默契 怎么样形式的默契我不知道 就是乌克兰不参与 不加入 但是这两天那个总统 斯基伯利的就非要赶紧叫北约 好像现在已经有传闻说北约已经就收他了 其实北约这个组织早就该撤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只是加入了欧盟 没有 没有 不是北约 也没有加入 他要那样的话 俄罗斯的导弹 就是这两天 他只是想要加入欧盟 今天就紧急申请吗 今天 今天就紧急申请 是欧盟 欧盟 他现在不加入 他现在不加入北约 他以后根本就没有机会了 不可能 他以后 他也现在 他也以后 他也确实没有机会 俄罗斯出兵 俄罗斯出兵 就是不能让他加入 他要加入了 俄罗斯就没法活了 俄罗斯四边就都是美国兵在那把守了 那俄罗斯的人民怎么办呀 俄罗斯也是在为人民 不是他不加入北约了 也不是不加入北约了 也不是说不攻破了 因为说北约不攻破 这事普京就不信了 已经蒙了好几回了嘛 他不信了都 他现在就是你必须得中立 你要不中立 我就拿下你 我就占领你了 就现在就这俩事 不注意就占领 就这俩事 根本就没有调和的余地 他很容易占领他的 非常容易 北约如果要乌克兰 这北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可以这么说 俄罗斯您说是不是 北约存在意义是什么 不就比俄罗斯嘛 主要是北约的国家 他就都是美国派的军队在把守的 他都已经把那个苏联 都已经绕了大半圈了 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现在 余老师给分析分析 抛弃 我刚刚讲到这个欧洲联盟在1992年 马城条约的愿望 其实就是结束北约 可是现在的发展刚好是违背了 最初欧洲人的意愿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当时苏联瓦解之后呢 俄罗斯最大的愿望就是融合进欧洲联盟 他一直忍气吞声的 很低调的 这个很规规矩矩的夹着尾巴做人 就是想进入欧洲联盟 而美国最怕的就是他加入欧洲联盟 就是这么回事 这是个要害 这是一个要害 现在你说这个北大西洋公约 有没有必要了 就是说欧洲联盟本身 他根本就不希望有这个 当时了就起码 当时根本不希望北大西洋公约存在 可是现在发展到30个国家 你怎么办 已经到这种地步 关键是很多国家并不赞成 乌克兰加入 像匈牙利就是坚决反对 匈牙利首当其冲 一发生战火的话 那他首当其冲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把这个乌克兰看成是这个 这个麻烦制造者 所以这个事情要想进行下去不容易的 你讲说是他现在提出来 这个现任总统提出来的两个构想 两个建议 一个是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另外是加入欧洲联盟 现在加入欧洲联盟这个建议也给否决掉了 因为加入欧洲联盟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他们有一些过渡措施 就是你一个国家很这个整个的制度 或者发展的层次不一样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趋同过程 就是你在法律各个方面都要跟其他的这个欧洲联盟的国家配合 这个是好几年的过程 都是那么快 每一个国家加入欧洲联盟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总统不懂这些东西 他这演员 这演员 他就是个演员 他还在演戏吗 他还在演戏 他就是凭着人家 他给你机会来加入吗 主要是 他也口到这几个剧本 他就是所说拿着人家给他的剧本 他就在演戏 现在还在演呢 还在演戏 而且他把他的手下的那些大臣们 都换成了他的那个他那个剧组的人了 什么写作的 那些对那些那些就是说那些编剧啊 还有那些什么导演啊 那些全部都在他的现在 在他的政府里面工作高层 我刚刚讲 他那个就可以演电影 所以他现在拍的东西他们很专业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啊 对 就说啊 说是欧洲啊 西欧并不团结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什么安慧啊 最后他没有 能够形成 胆小如鼠 包括欧元也没起来 胆小如鼠 说这个 没有胆量对抗 欧洲不团结 人都哪些不团结 像这个90年代吧 德国这个 德国也有一个冲动 就突然这个东欧集团瓦解了 他也有点像这个日本一样 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就是在政治上不再接受人家的支配 宪法上本来有一个和平宪法 也把它给改掉了 德国跟日本都是两部和平宪法 作为战败国 人家规定他必须要这个 不准他动用军事力量去处理 国际问题 现在德国改了 日本也改了 日本其实是模仿德国 这个另外一方面呢 德国也想 还想扩大他在整个的这个 国际上的影响力 所以你说这个南斯拉夫 知己南斯拉夫这些事情 克什沃这个事情 其实德国是难救其次 因为他跟南斯拉夫过去 在历史上有的战争的关系 是个势敌势仇 所以他有点想报复 所以就鼓动南斯拉夫分裂 这方面他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可是到最后真正打起来 他又退缩了 德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退缩了 最后突然就是好像保持中立 然后保持的比较冷静理性 是看到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 他发现到问题严重 本来是在那边这个兴高采烈的 就希望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 后来突然发现到严重 竟然去美国敢去轰炸 一个核子大国的大使馆 这个东西他们怕 从此之后 德国就非常的谨慎 就知道自己跳上战车 这个离战争不远 他连他的北溪二号 都没有能力保住 不是他架里大使馆 不是因为他架里大使馆 不是因为那个飞机残骸 被中国大使馆给烧起来了 搁在大使馆 那也不能炸中国大使馆 那是中国没有能力 当时没有能力反抗 但是这笔账是记着的 那个飞机是很机密的 那个飞机确实是很 好像那个东西是很机密的 结果中国人把他藏起来了 这也是一种 这是网上传的一种讲法 有没有证实我不知道 我是看过这个消息 可是好像没有证实 余教授累了不累了 那好 那我还问个问题 余教授 你说的非常好 我听到你说的很好 很客观 而且你历史 这个线索收得很清楚 你刚才讲了一句 联合国在这里 好像是不是很好 我对你这句话很感兴趣 那么现在联合国 他究竟对俄乌冲透 他是个什么态度啊 都听美国的呗 联合国其实就是安理会嘛 就是这五个常任理事国 因为他们有这个否接权 对不对 像这次美国提出来的 谴责俄罗斯案 对不对 就是他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侵略 结果中国的表现是什么呢 中国弃权 弃权 你中国现在是这样子 中国如果说你一向主张 主权独立 主权不容侵略 主权神圣 不容许任何侵略的话 你应该投赞成票啊 对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投反 为什么要弃权呢 他哪敢投俄罗斯的赞 哪敢反对俄罗斯 当然现在中国 现在中国够孤立的了 还敢反对俄罗斯 那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啊 他是支持俄罗斯 现在是这样子 现在网上啊 很多的网民在谴责中国政府 说中国呢 不主持正义 可是你可以不可以想象 从实际的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假如说他今天去谴责俄罗斯的话 是什么后果 不可能 谴责俄罗斯 你先不讲可 对这个俄罗斯的侨民 中国的侨民来讲 那是一个disaster 那是一个灾难 嗯 是不是这样子 嗯 他现在弃权了 在这个乌克兰都造成 这么样大的风波 这个 啊 两万个侨民 这个朝不保夕的 战战兢兢的过日子 如果说他去支持这个美国的方案的话 那不得了 俄罗斯要闹翻天了 这个这个多少的侨民 那不止两万人的呢 那是好几十万人的 啊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大家没有考虑到 当然就是说中国方面可能也不是考虑这一点 啊 可能根本没考虑这一点 中国方面考虑的大概是两个 啊 一个呢 就是说你说他怕俄罗斯这有可能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他怕今天把俄罗斯搞垮之后 美国明天就去对付中国了 中国就完全孤立了 没有没有帮手 对了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东西 这也是一个因素必须考虑进去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讲的漂亮一点 讲到这个高尚一点 那就是中国方面也看到人道主义的问题 也中国方面一定知道 在东部怎么样去迫害俄罗斯的侨民 中国也有大量的侨民问题 对不对 中国也看到人道主义问题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性 就是说中国方面投期权票这个举止 对不对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还可以看到一定的道理 我还蛮同情 我还蛮同情 我不会去 去谴责他 我觉得他的处境也很困难 您认为印度呢 投期权票呢 印度投期权票啊 这个问题我都还没想过了 是不是 中国投期权票 是不是 这是基本上算是唯一的选择了 在那个时刻 对 可能是 可能是 没有别的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可能是 你说 我觉得俄罗斯白了中国一道 这次 他 他将中国给个签单子 但是他并没有跟中国商量 他想 当然他作为一个克俄博 他不会跟中国去商量 他想发动战争这事 这事情是秘密啊 这个事情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们 他是有这个战争 他不会告诉别人的 这东西他谁都不告诉 这叫秘密 真实秘密 他是不是偷偷告习近平 那不能 你说的不对 当年啊 对越 对越 作为反击战的时候 战亚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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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商量好的 美国 而且是在攻打越南的两个星期前 对 两个星期商量好的 所以普京 说了 我要打你 不是 或者说我要打越南 越南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而且我要打乌克兰 他没准跟中国就说好了 跟你言之 他这次来就说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美国 但是我认为人家对于一个战争来说 人家没说也是有人家的道理的 这太有道理了 他要得到你的支持 你知道 因为他打起来以后 你看这些制裁 他知道他要给他 他要不说 他就摆中国一到 那他 那他 他不会不说的 不会不说的 他宰不了中国 他没可宰的 中国需要他的能源 你知道吗 俄罗斯没有需要中国的地方 中国有需要俄罗斯的地方 俄罗斯需要中国大量大把的钱 你不买他的东西 哪来的钱呢 中国没有俄罗斯的能源 我跟你说 所以我们买俄罗斯的能源呢 我们给他钱呢 才买他的东西 钱的话 他可以不卖给你 当然 这普京给你铺了一道管线 犹豫了将近二十年 你问问那个余教授 是因为 是因为普京已经考虑到了 是因为普京已经知道 他只要发生战争 他那个能源 没有办法卖到欧洲 他的北溪二号 你看马上就 就停了 一直从乌克兰走嘛 走得很好 没有北溪 现在不是 欧洲一直卖四分之一嘛 那中国这个 就是说 那个 战前没有撤侨 是不是因为 想安地里帮 那个俄罗斯 敢说 还能敢说吗 一说不是漏馅了 中国要一撤侨的话 就漏馅了 对 那人家美国都早都已经知道了呀 这人家美国 那些十几天前 人家就开始 都撤侨了 都弄成这样了 中国都不说 也有点缺点 连前俄罗斯就说 要打乌克兰了 我都不信美国 美国是 那他的卫星 谁可以看到 那个俄罗斯的 所有在边境的东西 那多少人呢 多少人马 是吧 他都看得到 他冰天雪地的 聚在那里 十几万大军 他从卫星 是都能看到啊 已经是十一点了 咱们现在已经是 两个小时 十一点了 好吧 谢谢 谢谢老师 不客气 余教授就在咱们群里 就在咱们群里 所以呢 在这个群里面呢 完了以后 可以再继续讨论啊 那咱们今天 就结束吧 好 谢谢 咱们用什么语言 来谢谢这个余教授呢 咱们先一半语 就说一句谢谢就行了 好的 也感谢大家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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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 完了以后会的 还有那个录影录像 好嘞 谢谢 好 那感谢宏霞 完了以后呢 在背后做支持啊 感谢大家的这种积极参与 好 再次感谢余教授 咱们把网现在关了吧 我说过来的这种积极参与 我说这种积极参与 我说这种积极参与 我说这种积极参与